Shen當時穿了白色的一件表演服 然後中間是那個剩黃紗 對 生命是她肚臍 沒錯 嗨大家好我是小晴 AKA樂天舞蹈總監 為什麼今天特別把台頭講出來 那是因為呢 今天是樂天女孩的大日子 2023樂天女孩年度爭選會 非常非常的期待 跟大家回顧一下 今年的爭選方式分兩個階段 一個是初選 一個是決選 那初選的時候呢 就是想要報名的女孩 在YouTube平台上傳你的舞蹈影片 然後自我介紹 今年也有相當多的女孩報名參加 從裡面選出了各中好手 那總共選出了25名來參加決選 所以今天就是我們的決選日 哇現在現場就一堆人了 我的天啊 恭喜來支持新樂天女孩的對吧 這麼美的光景 還有菲菲 想要想要這什麼 你等一下回去拿來收我腳錢好不好 我想說我們一台手機 我們一台上機 我們一起分 我們一起分 這是這一次的舞台 舞台算蠻大的 今天的評審陣容 這是我們的菲菲 嗨 我是菲菲 菲菲今天的工作是 我今天的工作是 就是等他們賽後表演完的訪問 他們每個人表演完之後 我跟G哥會在下面再訪問他們 這樣子 我覺得很幸運是 我那年進來沒有徵選 老實講 我也沒有 真的假的 我也沒有 那應該會很緊張吧 對 我現在想想 如果我們今天是 甄選女孩 我覺得哪裡應該很大 每次都人家都說 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怎麼可能不緊張 沒錯 你叫人家不要緊張 應該說來放輕鬆 我們好好的表演 我覺得是放輕鬆 不是享受 很重要 而且這次聽說甄選的女孩也非常多 超級多 其實從出賽就已經非常非常多 這是誰了 這是我們另外一位評審 孟傑 好 剛好來問一下 你們覺得這一次 甄選女孩的重點是什麼 應該是說 樂天女孩最大的重點 必要的條件是什麼 我覺得今年的女孩 就是不光顏值 還有我們自己都 都很大 我跟你講就是我 那時候在看初選影片的時候 我就嚇得頂囉 我就哇 今年真的是佼佼者眾多 感覺有點難選 因為大家如果都很棒的話 就會很難 就是如何要在這麼多女孩之中 脫影而出 可能要有一個厲害的長處 就是厲害的長處 爪刀 爪槍 跳火圈 甩火圈啊 就是要有一個特點 你知道嗎 你自己有沒有一個 就是最看重的地方 我自己應該是會 它的整體跟它的可塑性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像是我們當時在徵選 應該是其他人在徵選的時候 不免的剛進來的時候 就會看到稍微有那麼一點 傻傻的 對 真的 但是你們有發現嗎 這些傻傻的女孩們 傻傻的 不是傻傻 不是傻傻 是傻傻的女孩們 他們一進來之後 欸 每個都變漂亮 沒錯 就會蛻變 因為會在這個環境 你可以看著其他女孩 然後打扮 就是競爭壓力太大了 哈哈哈哈 但是其實我覺得也不是傻 就是一個輕色感 沒錯 那個輕色感 還有就是經驗還不到的時候 然後你到了新的環境之後 你開始磨練 有了歷練 你也會打扮 然後就是整個 整個都變了 但是你們知道 其實球迷就是喜歡 我們每一年進來的 最錯的樣子 自然的啦 不要故意忘記 那個就要一巴掌 哎呀好嚴格 誰啦 然後到最後都還是會找到 自己最適合的那個風 對 每個人 對 在這裡待久 應該就可以慢慢的找到 自己的路線 今天就會公布了 所以很嚇人 好刺激喔 超刺激 我超刺激 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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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妮跟石緣 比較菜的一批 對 最菜的一批 算最菜的 真的算最菜 熊妮也是我們今天的評審 那石緣今天是來 今天是路過的 濕瓜 你之前也是徵權會上來的 而且他是以防守進來 欸很不得了 你那時候有非常的緊張 欸我鬧超緊張 而且我真的是在 一個多禮拜前 直接把徵收舞幹掉 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 會不會大家都跳MV舞 然後因為我當初 最先選擇是MV 後來我就覺得 不行 還是要特別一點 所以我就換成高跟鞋舞 策略正確 對 這個策略是對的 因為確實是很多人 很多MV舞 MV舞你要嘛 就是真的跳超好 Cover是 對相似度是非常高的 我覺得這時候很強 而且在裡面 在裡面的人跳MV舞 對啊 我真的不行 我不敢 我真的不行 他有個人特色 他那時候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跳國標 對 我印象超級深刻 因為他一跳國標 喔那個眼睛發亮 是有侵略性 我覺得這是很加分 讓我眼睛為止 特色 那時候小欣也跟我說 上台的時候 就是要把自己的那種氣勢拿出來 就是不能給人家有點緊張 因為 你在台上有一點緊張的氣 所以我們底下看得超清楚 我有跟你們說這麼多話 對啊 都記得 我無俗都在教導我們 真的 太好了太好了 我又旅行到我的職責 哈哈哈 你都沒有發現 你無俗都在教導我們 好像媽媽一樣 是嗎 來我們的評審 以萱 耶 以萱之前也是徵選而來 而且也是榜首狀元 那天選六個 而且我們那時候還有 就是準備個人的表演 沒錯 然後跟加分 還有準備團體 就是準備超多 對 所以超級緊張 我那天在 我記得在三創嗎 我拉了四次肚子 哇 太緊張了 很可怕 但是妳表現超好耶 因為我們後台看 是有那個monitor可以看 我們就在默默的觀察 說 欸誰不錯 欸誰這樣 然後我還印象超深刻 以萱當時穿了 白色的一件表演服 然後中間是那個 像黃色 對 生命是那肚臍 沒錯 然後我們那時候看到說 哇這女生 蛤 有備而來 對 有備而來 真的是這樣 妳看我印象多深刻 因為我也不是什麼舞蹈科班 就是如果舞技不如人 我就先用那個外表 先嚇一下大家 不會啦 其實他那天的表現也非常好 而且我有聽說就是 當時在準備這個舞蹈 也是花了很多時間 很多時間 沒錯 那相信這次的參賽者 應該也花了很多時間在準備 我剛剛聽說就是 他們已經有些人看過彩排了 覺得很厲害 真的嗎 對然後連服裝 或者是還有自備 Dancer的 就是感覺 哇 我們是看一個秀演唱會的感覺 哇 大家誠意滿滿耶 對很期待 更期待了更期待 而且今天是有總共25位 我們今天會不會看到晚上7點 因為晚上7點還要去看別人演唱會 妳覺得啦啦隊需要什麼特質 我覺得就是 啦啦隊會有一個能量在 然後一定要非常的活力 就雖然私底下不是那種像我們吵吵鬧鬧 可是他一上到台 他就是要變身 沒錯 他就是要可以帶領大家場面給炒樂起來 沒錯沒錯 其實我們很多女孩是那種平常很安靜 然後一上去開關開了就 另外一個人 欸這很重要 就是那個能量要帶給別人 這確實是啦啦隊很重要的一個特質 然後再主要就是笑容 如果今天不管是妳是太緊張 還是不小心有跳錯 沒關係笑就對了 只要妳的表情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變化都可以的 四位評審加菲菲都在 我想問 不會 可能會被討厭的 以萱來以萱 不會 我人最好 他剛剛說 嗯 我不會 不是啦 我覺得也不太可能讀到哪裡 因為我覺得能被選進來的 以我們長官標準這麼高 對 是沒錯 能進來的人應該 沒兩把刷子是進不來的 真的耶 你看我們都有五把 應該是都不錯啦 熊妮呢 我覺得我應該不會是讀 我在讀我可能要被罵死 為什麼 這年輕腳要女子 哦 可是如果今天有人跳國標 第一 二 三都不在拍子上 對對對 那我就會講 拍子要注意 小琴妳會是毒蛇派嗎 小琴一直都不是啊 對啊 這麼多年了 那我們她指腳會比較實在 我會把中年講到我 沒有這樣點送點 我超違反 我也不知道自己 可能去年的女孩 練習生的狀態嗎 對對對 可能跳不好妳也不會說得很很嚴重 對 我會說回去要多練習喔 然後要再多練習 然後把握機會 沒有啦 無力代替折飛 大家都知道我們樂天 是最Peace的一個團體 真的 真的很Peace 為什麼講完這句話講 那不是說在業界 我們這裡面最可怕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 我們真的很Peace 真的沒有 Peace到的就是 我們來開同樂會的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哇塞 我們現場觀眾滿滿滿 超多的 大家都是來看未來的 OK 現在我已經坐在位子上啦 等一下就要準備開始 今天我會放過 感覺很健康 感覺很快 想起你 對嗎 天開 舞蹈 天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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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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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